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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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做噩梦了 不要 不要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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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爷承受了太多苦痛 但他都埋藏于心底 日子久了 就显得有些冷酷 有些无情 但我知道 这都是他保护徐家 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原来 侯爷冷漠为严的性子 如此而来 可侯爷以前不是这样的 老侯爷还在的时候 侯爷爱笑 爱打马球 和京中那些肆意飞扬的公子 没什么不同 肆意飞扬的侯爷 我还真是不敢想象 这么多年来 侯爷承受了太多苦痛 却从来都埋于心底 日子久了 冷漠成了他的盔甲 无情便成了他的武器 侯爷回来了 怎么还没洗下 给你炖了点汤 你喝点汤暖暖身子 侯爷 今天我练剑石 用力过忙了 现在有点使不上劲 夫人能不能帮个小忙 你装的吧 真的 没骗你 那我去拿点药膏 侯爷还喝不喝汤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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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兄娘们的手艺日益精进了 而且秀阳也越发地别出心裁了呢 说得是啊 我看你啊气色也好了不少 想来是在许家的日子过得越发顺心了吧 太夫人对我态度也有了好转 跟侯爷相处也融洽了很多 说得是我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 只要你付出真心总会有回报的 对了 师父 娘亲的事我有了新的发现 你说 那日我在欧少夫人的袖口上 发现她这里的花纹 和我们袖部上的花纹十分相似 欧少夫人 为何又和欧家扯上了关系 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但只要有一丝希望 我也想要找下去 我想去欧家寻找线索 可是若我贸然前去 只怕会引起他们注意 那你打算怎么办 今日你提起此事 想别是有了注意 我听说 他们请师父上门商量秀阳 是啊 确有此事 你不会 嗯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